先做一个调积的动作 调积动作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艺轴下面 有个调试 就是我们的试车阶段 就进来试车阶段这边 就按激活 就是跟我们的PLC做一个连线 那连线之后 接下来我们所操作的每一个行为 就是我们写程式的步骤 所以我们要记住每个步骤的顺序 以及做法目的是什么 比方说第一步先按启动 第一步启动代表试符正常 再告诉我们试符处于停止状态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步 就是我们的寸动 也就是点动就是我们的寸动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来习惯一下 什么叫做寸动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移动速度 假设我速度360就代表每秒360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我们的试符 做一个测试 做一个正转反转的测试 那同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 试符移动的状态 就是我们的当前值 当前值所移动的状态 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呢 移动到我们的想要的位置之后 第三步呢就是做所谓的回原点 回原点 那我们的回原点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 这个回原点呢去找我们的原点sensor 但是我们并没有还没有启用原点sensor 所以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设置回原点位置 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按钮按下去呢 我的当前位置就马上归零 按下去 马上归零 这就是我实际的原点了 这样就是说归零 归零的原点 那接下来第四步呢 就是做我们的定位 也就是我们的运动控制的功能启用的 所以呢 我们就有分绝对运动跟相对运动 那所谓的绝对运动呢 就是跟我们的现在值 原点值来做比较 所以当我速度720的时候呢 就是我从原点要跑 我的原点要跑到720 执行绝对 这时候呢 我的当前值叫跑到720 跑到720 那所谓的相对呢 就是我不管现在停在哪边 而是以现在这个值去加上我要跑的距离 比方说这里 假设我这边输入280 执行相对 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点 这个点开始去加280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会跑到1000的这个位置 就跑到1000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相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回原点 回原点的话 我们就选到0 然后按绝对 这时候我们的轴就会跑到0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测试的部分了 好 那我们测试部分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程式 我们就可以写程式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写程式的阶段 好 所以写程式阶段呢 就依照我们刚刚在做调试面板的时候的操作顺序 所以第一步骤呢 Servo 的一个 Pable 表 好 我这里要做一个Servo On Servo On Sign 到这个变量表里面 Servo On 的变量表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要做旧葛 我们就拖旧葛出来 好 那对谁做旧葛 对第一个轴做旧葛 好 那同样的我会有正转按钮 跟反转按钮 同时我要给它一个移动的速度 好 同样的我们就给它定义到一个变量 好 那当然这个变量呢 也可以直接输入到我们的 Input I 的部分也是可以的 好 第三步呢 我就要做Home 所以同样的要对第一个轴做Home 好 给它一个 Home Set 的 一个按钮 这样做完了 然后第五步 第四步我叫做运动控制的 所以我有分绝对运动控制 以及相对运动控制 好 所以绝对是要对第一个轴做绝对 那同样它可以要去执行 那个按钮 Epsid Run 然后呢 我要移动的位置 以及我要移动的距离 好 好 定义到我的变量 好 那相对也是一样 对第一个轴做相对 然后呢 我的相对的按钮 好 以及我要移动的距离 好 以及移动的速度 定义变量 好 做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程式 就下载到 PLC 下载完成 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线上监看我们的程式 所以我们就来线上监看 看我们的程式 好 那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当前值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dB 打开我们的轴的dB 这时候呢 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当前轴的位置 以及我的速度 所以把这两个点 拖曳到我们的监看表里面 好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要来开始去控制我的程式 好 所以我们的程式有什么 有server on的点 好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server on 好 server on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旧个 我们要做旧个 好 所以我们就把旧个点 给拖过来 好 旧个点 给 拖过来 好 那在使用旧个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什么 速度 Felocity Felocity 把它拖过来 好 那Felocity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 冲动做完之后 我们会做什么 归home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插入一个home的按钮 好 翻过来 好 那home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 就要做运动控制了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这一个 要执行 启动跟停止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run的启动 以及 相对的启动 好 那每一个呢 比方说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定位 好 这是 如果是 如果是 episode的时候 要用position 那如果是 绝对 相对就用 distance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来监看一下 我们的程式的 比方说一开始 我们要做什么 serve of own serve of own 好 serve of own之后呢 我们要来做 寸动 所以我们先给serve of own 先给一个数值 比方说每秒360度 就是一圈 一圈 所以我的速度是360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对 做正转 正转 反转 反转 好 就代表轴是ok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home setting 所以当我做home setting的时候呢 我的 轴的位置 马上就会归零 比方说home set 就马上归零 好 所以轴做完 那接下来就可以做运动控制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绝对控制 跟相对控制 好 比方说我的绝对控制呢 绝对控制 我要跑到720度 就是两圈 好 斜路 斜路两圈之后呢 我就来执行我的这个绝对的启动按钮 执行 它就会跑到720 好 那如果我在相对 我要让它跑为远点 我就打-720 好 斜路 好 这时候呢我的相对按钮按下去 好 它就跑到0 那在使用运动控制的时候呢 不管是绝对还是相对 基本上我们都只要抓它的上围分 也就是说我只要触发一次就可以了 你不要永远触发hold在那边 不需要 它是抓上围分的讯号 上围分讯号 好 所以在写程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都要用上围分的讯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运动控制 好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式呢 就变得非常的 好 简洁有力 简洁有力 这样子 关闭 打开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运动控制 这样子 encrypted 这样子 好 不会 我们的 我们的 面